大家好 我是麦子学院的讲师胡敏 当然这个名字呢比较偏向旅行化 但实际上呢 我是一个男的 我呢有 接近五年的一个后台的一个开发经验和 两年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发经验 现在呢主要工作是在 这个 电商公司来做这个前端的一个技术支持 和前端技术框架的一个开发和维护 首先呢 是 课程整体介绍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们会我会把整个的一个课程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主要包含什么呢 主要是吧是一个讲师的一个介绍和一个课程的一个介绍 然后呢是针对的一个培训对象和这个培训目标 接着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工具的一个介绍 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科学的一个任务 这样子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学习效果 好对于讲师介绍呢 相信大家已经 知道了 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课程介绍 课程呢首先是这个SARS来编写 高增量的一个CSS 主要是用SARS 而不是CSS 那么就说明一点 我们这一个课程呢并不是一个 初级的一个教学课程 当然 这其中 既然有要要用到这个CSS的一个基础 那么我们肯定会 加杂着部分的部分CSS的一个讲解 这个呢是 这些课程的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是 在这个课程里面做什么呢 主要是为大家展示 如何来 利用SARS来 编写 CSS 来提高这个CSS的一个 书写的一个便捷性和 它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可维护性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 看一下 我们这课程呢 主要分为这么几大块 第一个呢 是 课程的一个介绍 第二个呢是 主要是说 SARS 与 Compass 这个读 读音的话 这个 还有人读的是 Compass 这里呢我用的是这个 在这个翻译里面的一个读音 Compass 所以这里用的是SARS与Compass 接着呢 会 讲解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SARS 与SARS SARS与Nets Styler 这个东西的一个 差异性 好 然后呢是我们的 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重点 是SARS的一个语法讲解 这个呢 在我们学习了这个SARS的语法之后呢 就是最后的一个SARS的一个实例 如何把这个SARS的一个官网 用我们自己的用SARS来 书写样式来实现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 整体概要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培训对象 这系列课程针对哪些人员做的呢 第一个是有一定的一个CSS基础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SARS呢是基于CSS 如果你CSS都不会的话 那么这个学习SARS的话可能会相对的要困难一些 最好呢 是要有HTML加CSS加JS基础 这个JS呢可以相对的说 欠缺点无所谓 但是HTML和CSS的话最好是 有一定的一个主席程度 毕竟如果光是CSS没有HTML做展示的话 那么也够不成这样一个体系 主要讲要求有这样一个JS的一个基础呢 主要是SARS呢它是具有一个编程语言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如果会JS或者其他类型的一些编程语言 那么学习起来的话可能会相对更加简单 第二个呢 是对前端有兴趣 然后希望编写出高质量的一个CSS代码的这一群人 SARS的目的正是如此 来帮助我们编写高质量可维护性的一个CSS代码 同时呢它还能解决溜乱器的一个兼容性 还有溜乱器的前缀这一系列问题 第三种呢是喜欢尝试性技术 SARS呢本身并不太新 但是 如果是从CSS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 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 针对这种喜欢尝试性的这种 成员的话是 可以来使用一下这个SARS的 当然NAS核 也是可以去尝试使用的 其实这几个都比较大同小异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培训对象的一个说明 主要针对的这三种人群来培训啊 第三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培训目标 培训目标有哪些呢 当然第一个 肯定是要了解这个SARS与Compass这两个东西 干什么用的 第二个呢 既然 是要用SARS来编写高阵的一个CSS 那么首先就肯定要 能实现 用SARS来编写 CSS代码 这个是最基本的 第三个呢是 是要利用 Compass来编写优质的 CSS代码 比如说Compass里面的一个 红啊 这些字类的东西 第四个呢 是要熟悉SARS的一个命令 如果你不熟悉SARS的命令的话 呃 其实也没关系 那么可以 可以和 现在前段比较流行的一个构建技术来 合作 也可以使用这样类似的一个功能 但是既然我们是 针对一个SARS的一个课程 那么 需要大家熟练使用SARS的这样一些命令 比如自动压缩 CSS 这些呢就是通过一些 简单的一个配置或者命令都是能够出现的 这有多余的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轻松的一个写出最新的一个跨流量器的一个CSS代码 这个很简单 因为呢这个Compass呢就提供了 类似这样一个 相应的一些 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 简化 跨流量器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编写 所以呢 这个呢是 需要我们去掌握的 这几个呢就是我们整个 主要的一个培训目标 主要是这几个 当然 我们应该还会有第六个 能 利用SaaS 进行 大型 前端 项目开发 这个呢 就显得比较大了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 这个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 目标 好 说完了培训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开发工具的一个 介绍 SaaS呢 既然是SaaS 好那我们就可以用最基本的一个编辑器来实现就可以了 因为CSS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用法 所以呢SaaS也是 类似的 既然是C 跟CSS相关 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来 展示这样一个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浏览器 这呢 我推荐是Chrome 这个呢是谷歌的一个开源的一个 基于开源内核的一个浏览器 当然是非常强大的 红狐也是可以的 当然 既然做这种项目那么 IE的话就不是太推荐了 当然最后在测试跨平台特性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IE来做 帮我们做测试 这个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 SaaS和CSS HCM这些东西呢是 基本上呢在现在呢是属于前端开发的一个 范畴 那么就需要 那么就可以用 现在前端最流行的一个 集成开发环境 那这个呢叫WebStorm 这个呢是专为前端准备的一个 集成开发环境 那么功能很强大 当然相对来说资源在用也比较大的 好这个呢是 比较完善的一个工具 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一些 集成功能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轻件版的一个 编辑器的这个呢叫Sublime Text 这个呢是 号称是 省器级别的一个代码编辑器 为什么说它省器级别呢 因为它有VIM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功能 而它的一个上手难度量极低 如果使用VIM的话就需要 熟悉它的一些 非常多的一个命令 但使用Sublime的话 当然也可以 使用命令来 使用它但是我们 更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直接使用 而不是用 不是用它的 许多的一些命令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主要选择的一个编辑器 在后面的一个课程培训中呢 我主要也是用这个Sublime Text 介绍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在简单演示下这个的一个安装 因为Sublime的一个安装的话 可能 毕竟Sublime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文明编辑器 要实现 很多强大的功能的话就需要插件的一个支持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 安装一新一步一新的一个插件 来让它变得很强大 好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这让我已经装好了 在这儿再为大家演示下是如何安装的 首先是Sublime搜索下就好了 当然 这个软件其实是收费的 如果你不注册的话 它只是 偶尔在这个保存文档的时候 给你 做一些 提示 其实不影响使用的 接入它的网站 其实是叫Sublime Text.com 好 这儿呢 我们就选择Download的就好了 这儿呢 它主要有两个大版本 一个是2 一个是3 这里我们选用的是2 当然也可以选用3 当然因为它是 Beta版 所以呢 没什么用它 直接下载就好了 这个呢 是它的最基本的一个安装 安装过程就跟一般的一个程序安装是一样的 没什么难度 主要呢 是 Package Contra 这个东西 要想使用Sublime 强大的功能的话 强大的一个插件功能 就首先要使用这个 PackageContra 来安装 这个Sublime的一个包管理器 这里有一个 Install Now 看一下 提供了一个简单安装方式和一个标准的一个安装方式 简单的安装方式就是什么用呢 直接执行命令 这里有Sublime Texy3 2 这里呢对应的版本就好了 我们打开 我这呢是用的2 所以呢直接 把用2的这个就可以了 注意 把这整个这串命令复制出来 然后呢 我们 用 Alt 哦用 Counter 加这个 点 这个点就是我们 左上角的一个键 Counter 加 这个 调出命令行 调出 其实叫通知台 调出通知台 然后呢 输入我们 所提供的这一串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要根据3的版本和2的版本来做一个区分来进行选择 然后呢回车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安装好这样一个工具了 安装好之后有什么效果呢 就在这个 Preferences 里面这里面有一个PackageContra这样一个选项 使用它的话就能够 安装我们的一个 插件了 比如 Install 就是说安装插件的意思 安装包这里面其实写的是 其实插件的话概念的话都叫在 现在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叫法就是叫Package 看这里面就有很多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SaaS这些东西 看一下SaaS的一个提示 看SaaS这种提示 这些都有 这个呢根据需要安装就好了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的安装 如果这种方式遇到问题或者网络环境的一个 因为这里要联网 如果有网络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标准的一个安装方式 这个怎么用呢 直接下的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 这个文件可以直接点击下载的 可以看一下 当然这直接就下好了 下好了我哪放呢 看一下InstallPackage Directory 就放在它指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这里可以浏览包 然后呢退一步 就可以看到一个InstallPackage 放在这里面就OK了 好这个呢是这种 两种安装方式的一个差异 最后呢需要 Restart 重启一下 这样就能够生效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 如何来安装这个sublime 这样一个工具的 WebStorm我就不说了 直接 安装就好了 WebStorm 名字不要写错了 好他的网站在这里 好 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安装 好具体的这个就不细说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 客户的一个作业 作为第一堂客户 客户作业是非常简单的 也就是一个 就是安装好所需要的一个开发工具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还有ide 这个id 这个id的话可以选择webStorm或者是这个sublime 或者是那个 Notipine++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呢是 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一节课呢主要是 SaaS 以Compass的这样一个 以Compass的这样一个 说明 好 好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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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